真的 当时你爸就这么着 就这么一直回着收集 那一方面怕我看着 另外一方面又怕你妈看不着 怎么还 怎么这么着 那他们都发了些什么呀 我哪知道啊 我当时都紧张成什么样了 不 俩人心照神交了一会之后 你爸突然意识到 我还在原地儿处着呢 结果瞬间换一步嘴脸 正惊为座 珍珍已经把你们的情况跟我说了 说是你没有义务配合我们的拷问 行了 那赶紧回去吧 免得我们按摊不住 又这个侵犯了你们年轻人 最看重的边界 回去吧 回去吧 我当时心里倒霍 哎呀妈呀吓死我了 不过 你爸妈的感情 真好 妈妈是真羡慕 一家有一家的缘法 好 老爷 我去问我妈了 嗯 你能不能跟我爸既往不咎 重新开始 既然不打算离婚 那人总得在这婚姻中 找一个办法 让自己过得舒服不是 结果我妈说 她每一个细胞 都憎恨着我爸 得 人没法跟自己憎恨的人一起生活 好 那既然这样 他们为什么还要在一个屋檐下呢 是啊 我问了一模一样的话 好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离婚 为什么当初 我爸还在医院的时候 我妈还尽心尽职地照顾他 结果我妈当时给了我 给我一说法我我 我去 必须再找你吐槽 综合你以往 跟我透露你妈的言行 我大概能够猜到一样 吹吻尤尤 猜 猜着我有讲 你看啊 你爸生病的时候 如果你妈不管 那么照顾跑腿烧 是不是得落在你的头上 你就得立刻地赶回国 而且在国内 也不知道会待多久 弄不好呢 还会因此丢了工作 所以呢 你妈帮的是你 行啊 不愧是李柯童呢 那你说 既然如此不离婚 除了上次你妈 打电话的时候提及 我爸我妈的公司 运营艰难 她经不起离婚 这么折腾以外 我妈竟然还另有眼睛 你猜 这个还用得着猜吗 我听我妈朋友 八卦得多了 一般啊 五六十岁的人 离婚的时候呢 男性再婚生孩子的几率 就会很高 是不是 那么 女性呢 却因为生理的因素 基本不太可能再生孩子了 所以男性的遗产 几乎和前妻的孩子 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等到他们年老 需要照顾的时候呢 他们又会去找前妻的孩子 让他们出钱又出力 所以你妈为了你 也要咬紧牙关 托死你爸爸 你说 我说得对不对 可我是他们儿子 我不是他们债主 那 我不可能为了继承一些钱 就放弃让我爸 我妈过快乐的生活不是 也许你妈妈 我妈什么呀 你妈给我的印象 不像是那种 忍辱负重灰抹杀死我 她给我的感觉呢 是那种特别自信 主动又强悍的人 所以啊 那她干吗老说 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呢 你别再问我了 我真的不能说了 我不想再讨论你的妈妈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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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投降 但是我们这么说你妈妈 真的不好 所以我的建议呢 你可以像我一样 去找你爸爸妈妈谈一谈 不可能 我找我爸妈谈一旦出击这话题 俩人绝对跟我翻脸 不可能 我到了 你让我帮你开下车门 假装绅士下的机会都不如我 你赶紧回去吧 我都累了一天